羅東銀河由一場爆發群聚感染之後 看板招牌電子螢幕都悄悄拆掉了 指揮中心16號最新公布 和由一場有關的確診個案再加三例 案1552是案1209由一場 女員工男友妹妹的兩歲兒子 被匡列採檢確診 案1553則是由一場客人15號確診 案1638由一場常客一採陰性 14號二採確診 縣政府也公布案1552和1553部分足跡 除了去過銀河有一場跟餐廳 還有兩間抽商和兩處公墓 活動範圍廣泛 除了宜蘭基隆也新增兩名確診者 案1639是案1365的外孫女 而案1365被匡列萬華阿公店 接觸者疑似母親結家庭聚會時 傳染給外孫女 案154某國立高中的男學生 曾到兩家桌遊店 由於密閉空間還提供飲料 同案者可能也沒戴口罩 匡列66名接觸者 基隆六家住的店已經全都自主停業 但市府卻不打算公布相關足跡 而桃園新增的兩名確診者 都有萬華活動式 市府也認為可以掌握 不公布足跡 掌握的確診個案 目前是還沒有需要公布 所謂的人潮聚集點的部分 就一定會覺得是在隱匿 如果沒公布到時候又爆發 我們對政府這樣的做法 質疑聲量聲浪會更大 會讓人比較害怕 完全不知道說 哪個地方可能曾經有病毒經過 中央讓地方決定是否公布足跡 但地方一句可掌握就不公布 本土個案連環報 現在民眾卻連哪裡是高風險區域 都難以知道 記者綜合報導 主要跟文人知的人潮聚集結婚 是完全未經過的 本土有一些地方 會否貼出 制器人潮聚集品 自身的身體